本节目由中华航空赞助播出 中华航空以最优惠的价格 带您回台湾及中国 原思乡之梦 机密文件泄露案原凶被捕 川普因商业欺诈案 重犯纽约 博州遭遇千年一月暴雨侵袭 各位观众玩 欢迎收看4月13号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轮 此前脑得沸沸扬扬的 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泄露案 今天终于有了突破 各方人员在连日的调查后 终于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今年21岁的国民警卫队 队员杰克特谢拉 他也在军方的配合下 被成功逮捕 预计将在明天出庭受审 正在爱尔兰进行访问的拜登总统 今天被记者问到了五角大楼的泄密事件 虽然他在今天早晨还只是说 司法部正在接近事实的真相 但在之后不久 嫌疑人就被锁定 画面上身穿着红色短裤的男子 就是近期外界极为关注的 机密文件泄露案元凶 杰克特谢拉 出于嫌疑人存在军方背景的考虑 官方使用了压倒性的武力将其正式拘捕 根据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的说法 特谢拉是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名雇员 联邦调查局特工今天下午成功 在他的母亲家门前将他带走 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根据公开记录显示 特谢拉在罗德岛郊区长大 于2019年9月26日进入了空军国民警卫队 他的母亲经营着一家花卉公司 其本身年轻有为 最近才被刚刚提升为了空军一等兵 根据美国空军的说法 他的正式工作就是负责运营网络运输系统 平日里需要确保该服务的 全球通信网络正常运行 但可能就是这样的机会 让他轻易获得了那些军方的机密材料 随后又分享给了他所常用的 几个Discord社交媒体平台的群组当中 五角大罗发言人帕特·莱德准将还补充说 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审查各种因素 评估情报的共享方式和地点 以及各类其他的步骤 接下来捷克·特歇拉将会于明天 在博士顿首次出庭受审 目前的罪名和具体的庭审时间则尚未公布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特纳表示 该委员会的成员们一直在主持听证会 以查明这位年纪轻轻的国民警卫队成员 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些机密的材料 川普上个月的封口非案还历历在目 昨晚他又再次回到纽约 接受总检察长詹乐霞的问询 该案涉及多项商业欺诈罪名 总罚金高达2.5亿美元 而川普的律师也回应称 前总统不但愿意 而且渴望出庭作证 因为他们没什么值得隐瞒 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些反川普抗议者 从今天一大早就狙击在了 纽约总检察长的办公室之外 而其原因当然也就是川普本人的欺诈案 这起案件最初发生在去年9月 当时纽约总检察长詹乐霞 上川普和他的三个成年子女 川普集团和其他多人 提起了总价值约为2.5亿美元的 民事欺诈诉讼案 该诉讼案指控川普 向银行、保险公司和国税局提交的报表中 一再夸大其资产价值 以获得更好的贷款和税收减免 除了巨额的罚款之外 张乐霞还想禁止川普公司 在纽约展开业务 甚至永久阻止川普 以及他的三个子女 担任该州的一家公司高管 川普昨晚则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他刚刚已经抵达了曼哈顿 即将在纽约总检察长 詹乐霞的面前作证 今天早上他又再次发文称 自己正在前往市中心 川普的律师阿里纳哈巴也表示 这位前总统不仅愿意 而且渴望在司法部长面前作证 川普团队还强调 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他期待着向司法部长介绍 他拿价值数十亿美元公司的巨大成功 而另一期困扰着川普的案件 也有了新的进展 专栏作家曾卡罗尔指控 川普在30年前对他进行了性侵 不过根据川普的团队爆料 他们得知一位民主党捐款的亿万富翁 支付了卡罗尔的诉讼费用 他们认为该事件是出于政治动机 因此要求法院推迟这起案件的审判日期 卡罗尔的律师则表示 支付这笔费用的富翁 名叫李德霍夫曼 他是社群网络服务 LinkedIn领英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而且这笔费用并非他本人支付 而是来自他所拥有的一家非盈利组织 该组织提供财政支持的时间 也是在卡罗尔提出诉讼的一年之后 因此原告坚称 这笔金额与川普强奸案毫无关联 目前法院尚未做出回应 也无法确定是否会推迟 原定于5月下旬的审判日期 佛罗里达州劳德代报 遭遇了千年一遇的强降雨 降雨量为历史级别 暴雨引发的洪水 造成大量车辆和人员被困 当地已经启动应急机制 尚未有人员上网报告 不过气象部门预测 今天多地可能还是会出现阵风 小冰雹甚至是龙卷风 位于劳德代堡与佛罗里达州南部 出现千年难得一见的暴雨 降雨量远远超过了气象预报的预测 不少地区变成了水乡泽国 部落华德郡发生大规模洪灾 驾驶人被迫汽车 学校与机场暂时关闭 几难应急小组在帮忙抢救受困的民众 国家气象局迈阿密办公室 13日早晨指出 从12日下午以来 劳德代堡大多汇区出现了 14寸到20寸的累计降雨量 气象专家表示 24小时之内出现的大量降雨 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极为罕见 如此的降雨当量是当地 至少1000年才有一次的状况 据报道 专家认为最近几年出现的极端暴雨 是气候变化的现象 发生次数近年来变得越来越频繁 在达拉斯、圣路易斯、肯塔基州东部以及黄石公园 都曾出现了千年难得一丝的暴雨 根据气象网站的统计 劳德代堡过去两天内 累计的降雨量有25.95英寸 附近的丹尼亚海滩也有21.42英寸 某些地区在6小时之内 就有累计20英寸的累计降雨量 该市官员表示 洪水影响了高峰时段的交通 并导致一条隧道关闭 而水灾也影响了空中交通 由于机场周围的大量积水不退 劳德代保国际机场目前暂时处于关闭中 多个航班被迫取消 国家气象局指出 虽然13日的降雨量预计比12日略低 却让淹水问题雪上加霜 除了大雨之外 可能还会出现强风、冰雹 以及独立形成的龙卷风等威胁 今年有毒贩或饮君子 在吸食芬太尼的过程中 添加动物用的镇静剂甲本 这种混合毒品对人体的危害 大大的升级 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 今年正式将其列为新兴的威胁 希望集中力量扭转这个现象 潜在的致命混合物毒品 在全美各地开始蔓延 分泰尼与甲本混合使用 这种动物震静剂 可以对人类造成重大伤害 导致一些使用者伤痕累累 自2018年法律通过以来 第一次允许他们这样做 拜登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正式宣布这种毒品 为新出现的威胁 这意味着总统向国会提出的 超过460亿美元的药物预算 要求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用来应对这个 这笔钱可以帮助支付药物测试 数据收集和开发治疗方法 这是一场在不断变化的 毒品环境中艰苦的战斗 法国进入第十二轮罢工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法国各地数十万人 13日再度走上街头 发动第十二轮全国罢工示威 抗议总统马克宏 有争议性的养老金概格 在今天最新一波抗议行动后 法国宪法委员会预定 周五将旧法案的合法性 做出最后裁决 法国各地工会 周四发动第十二轮全国 罢工示威 抗议政府计划将退休年龄 从62岁提高到64岁 当局预计 全国将有40万至60万人 参加抗议活动 远低于三月份 抗议活动高峰期 走上街头的近130万人 在首都巴黎 有数千人沿着指定的 抗议路线游行 有示威者在游行前 阻挠垃圾清理工作 封锁兰银河部分运输交通 警察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有人发射了烟雾弹 投射物和催泪瓦斯 有车辆被烧毁 另有抗议者手持照明弹 强行闯入奢侈品巨头 路易威登的巴黎总殿 巴黎警察局长努涅斯已下令 从周四晚上到周六早上 禁止该地区的抗议活动 在今天最新一波抗议行动后 法国宪法委员会 预定周五将就退休制度 改革法案的合法性 做出最后裁决 如果宪法委员会 赋予退休金改革案合法性 即使会有些警告 但政府接下来就能将此颁布成法律 平息延续多月的接头抗议 马克宏此前召开记者会说 在宪法委员会做出裁决后 他将与工会安排会议 着手商讨其他提案 但工会表示 如果不撤回改革案 任何提议都只能短暂为止 争夺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木特的战斗 对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来说 都是一场磨难 俄军不断的轰炸 已经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然而居住在该城市附近的少数居民 却依旧拒绝离开 画面中显示的这条道路 就是离开巴赫木特最为安全的方式 但从记者在装甲车上 所拍下来的画面来看 这座城市已经化为了一片废墟 当地居民叶维尼亚 就是乘坐着这样的车辆 逃离了巴赫木特 他们的房子在上周的轰炸中 被俄军导弹击中 造成三人死亡 其中就包括了叶维尼亚33岁的孙子 他们在废墟中与死者等待了三天 乌克兰的军队才将他们成功救出 而另一名幸存的女性玛丽娜 她的女儿则嫁给了叶维尼亚的孙子 这座建设在附近的避难所 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温暖的慰藉 但他们依旧没有脱离险境 这座小镇现在还是在 俄罗斯的导弹射程之内 自从巴赫木特战役开达以来 就经常遭到炮击 一位居民回忆称 就在前几日 俄罗斯人在城市的上空发射了燃烧弹 它还向镜头展示了火箭弹药燃烧之后的废料 乌克兰的官员说 这座小镇内可能还有一千名平民 他们多次呼吁疏散 但似乎没有多少回应 这位名叫奥列克桑德的男子 正在拖着木柴回家 希望以此来生火取暖 这里的电和水都十分稀缺 但他却依旧拒绝离开 这样的画面比比皆是 步履蹒升的老者 在废区的街道缓缓前行 他们的子女、亲人都死在了这场战争当中 因此即便官方想要疏散他们 他们又能去哪儿 北韩于当地时间13日清晨 朝着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飞弹 南韩予以强烈的谴责 日本政府一度对北海道发布国家警报 但由于预测飞弹的落点有误 日本在发警报20分钟后做出了更证 这是北韩自3月27日以来 时隔17天再次发射弹道飞弹 也是今年第9次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当地时间13日上午7点23分许 探测到一枚弹道飞弹从平壤地区升空 飞行约1000公里后落入东部海域 可能是中远端弹道导弹或洲际弹道导弹 参谋本部指 韩美双方以第一时间通报事件 进一步防范北韩的威胁及挑衅 又批评北韩破坏半岛和平稳定 南韩予以强烈谴责 南韩又指 北韩已连续一星期没有案例行工作安排 自4月7日以来 没有接听南北联络办公室 及军方通信线路拨打的电话 外界担忧紧张局势升级 北韩的发射使日本政府一度快速发布全国顺时警报系统 指飞弹可能落在北海道周边 呼吁当地民众避难 但由于预测飞弹落点有误 政府在约20分钟后更正指示 指查证情报后确认飞弹落在北海道及其附近的可能性消失 日本防卫大臣宾田静一表示 北韩发射的有机会是洲际弹道导弹级别 但并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鉴于本次发射 美日韩三国代表13日也通话 强烈谴责北韩公然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并强调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 坚决应对北韩挑衅 为此三国将密切沟通与协作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加州议会大厦今天上午收到了可信的威胁 而被迫关闭了近一个小时 经警方确认之后 议会大厦已经恢复了运作 一名30岁来自海沃德的男子已经被警方锁定 据称该男子此前在两个医院附近开枪 但没有伤亡的报告 根据加州公路巡逻队的消息 加州议会大厦周四因设计可信的威胁 而被疏散一段时间后重新开放 当局证实 一名巨星于周三在甘局高地的一间医疗大楼 和一间企业外开枪的人 威胁要对国会大厦开枪 加州公路巡逻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嫌疑人对国会大厦做出了可信的威胁 此前还参与了罗斯维尔和甘局高地的两起 非伤亡枪击事件 议会大厦随后宣布疏散人群 参议院推迟了原定于上午9点30分开始的场内会议 议员们被告知要在街对面的一栋单独建筑物中登记参加会议 随后经过警方的排查和确认后 上午10点左右立法者获准返回了国会大厦 目前警方仍在努力寻找嫌犯 这名嫌犯被确认为来自海沃德的30岁 杰克逊 平尼以及其相关的车辆 经过调查后 该男子并未出现在议会大厦附近 目前警方已经发布了嫌犯的车牌号 期望市民提供有关线索 该事件造成的影响似乎还在继续 参会的议员们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范士丹 因为感染带状炮症3月初返回旧金山的家中休养 再度缺带了参议院的投票 而今年参议院进行的82次投票 范士丹缺席60次 使任命联邦法官的难度增加 民主党人公开发声希望他能够主动辞职 据悉现年89岁的范士丹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 司法委员会共有21名委员 其中11名民主党人 10名共和党人 因此范士丹这一票对拜登提名联邦法官和司法部官员 任命具有关键的影响 今年2月下旬传出范士丹感染带状炮症 自3月7日后便离开华府返回旧金山的家中工作 根据报道 今年参议院进行的82次投票 范士丹缺席了60次 其中有25次攸关司法人员的审核任命 包括三名加州联邦法院的法官 此前德州保守派联邦法官卡斯玛里克 本月7日裁决 禁止全美各地使用堕胎药物美副陪同 之后民主党内要求范士丹辞职的呼声逐渐高涨 选区位于加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肯纳 今天发推文表示 范士丹终身为民服务 但显然已经无法再履行职责 他因他的缺席 美国司法系统面临着危机 极端主义的法官正在剥夺妇女们的权益 此前范士丹曾于2月宣布 2024年将不再竞选连任 但会待期满之后为加州鞠躬进退 即便回家休养 但显然民主党内部也等不到明年了 范士丹是国会年龄最年长的民主党参议员 曾经是首位旧金山女市长 1992年担任参议员至今 带头通过数百项法案 曾任情报委员会主席 她也是第一位担任这项职务的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国会因病缺席的议员 无独有偶 此前乔治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 费特曼也因抑郁症住院 至今无法参与投票 而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 也在医院中接受治疗 如果范士丹辞职 加州州长纽森将有权任命代替人选 纽森曾经承诺要任命一位黑人女性 目前表态 有意接替范士丹的三名 众议员李懿为非议人员 说到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纽约为您带来4月13日星期四 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大盘今早开涨 科技股领涨 投资者仍在评估 美联储会议纪要发出的经济衰退的预警 美国3月的PPI同比上涨了2.7% 增幅连续第8个月下降 进一步证实美国通胀降温 这缓和了投资者对美联储 为抵抗通胀而加息的担忧 同时也提升了对加息周期 接近尾声的希望 道指出段短暂反复之后 踏入尾段声势扩大至超过400点 纳指强劲反弹也是超过了1.8% 在今天收盘时 道匈斯指数上涨了383点 收报34,030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36点 收报12,166点 标普外指数则是上涨了54点 收报4,146点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上周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高于市场预期 进一步显示 在借贷成本升高打压需求之际 劳动力市场的紧俏状况正在缓解 劳工部13日表示 截止到8日为止的当周 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23.9万人 比前一周增长了1.1万人 高于市场预期的23.2万人 证明了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开始放缓 修正之后的数据显示 今年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比原先估计的要高出许多 这也使得数据更加符合近期科技行业 和其他产业所做的裁员 另外劳工部也公布 截止到1号为止的当周 蓄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为181万人 比一周之前减少了1.3万人 美国三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写下了新冠疫情以来的最大降幅 可能在未来几个月 使整体通胀缓和下来 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供应链改善和大宗商品价格 回落的情况之下 三月的PPI比二月下降了0.5% 是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按年比则是上涨了2.7% 为两年多以来的最小升幅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PPI 月比下降0.1% 年比上涨3.4% 整体PPI月比下降的主因是商品价格的下滑 其中80%的下降与汽油价格回跌有关 机械和车辆批发的利润率 是服务成本下滑0.3%的主要因素 各股方面的消息 达美航空周四公布了其季度运营的报告 显示该公司今年前三个月出现了亏损 但是随着旅游旺季的临近 第二季度预计将出现收入增长 这表明尽管其他行业疲软 但是人们的旅行需求依然强劲 在最新公布的截止到3月31号为止的 第一季度的运营报告当中 达美航空净亏损3.63亿元 每股亏损0.57元 部分原因是该公司新的雇佣合同 其中包括对员工34%的加薪 尽管如此 与2022年第一季度相比 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当时疫情尚未结束 公司净亏损9.4亿元 和每股亏损1.48元 亏损的其他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燃料单位成本同比增长了4.7% 另一个是冬季风暴导致航班多次停飞 尽管如此 公司周四预计 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5%到17% 调整之后的营业利润率将高达16% 达美航空的CEO巴斯迪安表示 公司正在压缩夏季的运力增长计划 以努力提高其飞行的可靠性 达美航空此前表示计划在第二季度 将运力较去年同期增长17% 但是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巴斯迪安表示 达美应该能在今年年底之前 达到2019年的运力水平 因为企业预定一直在恢复当中 3月的国内销量已经达到2019年的85% 在今天收盘时 达美的股价收报每股33.3元 下跌了1.1% 以上就是华外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明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4月1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